我們很多人在港大約六集 要請地點到港大約六集 在港大約六集 等到港大約六集 港大約五集 港大約五集 港大約六集 港大約六集 我們在國盛六街 四十一號 我們不適合我們 營燥大樓 今天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家中地上滿是玻璃碎片 突如其來的地震 讓原本十一圍場的花蓮人 都飽受驚嚇 而花蓮市中心也陸續傳出災情 包括花蓮市國盛六街的二號七層樓建物 跟四十一號九層樓建物 目前已救出七人 因為這兩棟建物都是一樓壓毀 因此受困人數還在清查確認中 而商校街 雲翠大樓的地下二樓 跟地上十二樓建築物 因建築物傾倒壓毀 已確認造成兩人死亡 目前花蓮縣消防局回報 雲翠大樓五樓 九樓跟十二樓有民眾受困 但人數上無法確認 目前仍在搶救中 所幸一位職業班的員工 也在幾小時後順利脫困 不過目前還有兩名 夜班櫃檯人員 目前還生死未捕 救援現場還可以看到民眾匆忙從窗戶逃生 趕緊跟家人報平安 另外一件設計畫面也捕捉到地震發生當時花蓮一件事 商店貨物倒塌瞬間 讓人驚心動魄 震度七級的強震 不僅路面塌陷 橋墩崩裂 連統帥大飯店也在地震中傾倒 全台各地搜救隊也在第一時間動起來 國軍花房不羈不贏 第一時間派出官兵前往統帥大飯店 後續將有250位官兵視情況投入支援 原市新聞綜合報導